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车厢里上演殊死搏斗 一无所知 茫茫车海 警方如何锁定真凶 嫌疑车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1年4月24日 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两名侦察员 驾车在贵阳街头四处搜寻 他们的任务是 将所有发现的两箱型轿车 逐一进行拍照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 我们遇着我们就照 只要是两箱型轿车 侦察员一个都不放过 而且他们是从各个角度 进行拍照 看了有像的 有何种车相似的 我们也要在行情中 把手机伸出窗子去 把这个车照亮 侦察员恨不得 能把贵阳市拥有的 所有种类的两箱型轿车 全部拍变 因为这些照片非常重要 它是眼下警方 侦破一记恶性驾车 抢劫伤害案件的 唯一希望 就在今天凌晨 一名来贵阳出差的中年男子 遭遇一伙驾车男子的抢劫 身中十四刀 几小时前才刚从昏迷中醒来 这啥十刀到处都 纱布都包着 它每个刀伤都是在四公分 到五公分左右 特别是大腿这一脚 这一刀杀得比较深 已经杀穿了 因为流血过多 人的脸色是参白的 但是能说话 据受害人邓某回忆 昨天下午 他出差到贵阳 晚上与几个贵阳的朋友一起 来这里的大排档吃夜宵 大约十一点半左右 他和朋友吃晚饭 就地分手 独自一人准备打车回宾馆休息 他住在贵州饭店 准备回贵州饭店的路上 那天晚上下的毛毛雨 有点毛毛雨 他就准备打车过去 他在街边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能打到一辆空出租车 就在他交集的时候 一辆小轿车在他身边停下来 驾车男子主动跟他搭讪 在他面前就问他 你要去哪里 他就说我到贵州饭店 邓某只当是一辆黑滴 想都没想就上了车 没走多远 司机突然向邓某提出一个要求 他就对姓邓的设法 姓邓的设法上说 他说我有两个朋友在那边 他们也要去那个地方 顺便顺路我就把他们拉上 邓某当时很困 急着回宾馆休息 于是想都没想就同意 大概就几分钟左右 就管一个弯 另外两个人就上了车 两名男子上了车 那一刻邓某还没有意识到 一场噩梦在挡带着他 从上车的夜市 到邓某入住的这家酒店 也就四五公里的路程 十几分钟后 车就行驶到酒店前面这条马路上 莫过宾馆的时候 没停 突然扎大油门 高速都向前面的方向开过去 邓某连喊停车 然而那三名男子并没有理睬他 我刚刚路线不对 我才反应过来 邓某意识到自己遇上了坏人 那三名男子突然胸向壁路 其中坐在后排的一名男子 命令他把身上的钱和银行卡交出来 把钱拿出来 把卡和迷茫交出来 当时邓某随身皮包里 除了装有八千元现金 还有一张银行卡 里面存有几十万元 他当时是想 如果我把卡拿出来给他们 我就今天一天我都跑不了 要把卡里面的钱全放 然后你就下车了 没有 因为三个人都比较年轻的嘛 然后这个受害人 相对来说身材也算 要魁梧一点 壮一点的嘛 然后他觉得没把那几根放在眼里面 搏斗中 嫌疑人用匕首堆起背部 手部 大腿 连刺十四刀 将邓某制服后 三名男子抢走了邓某随身携带的皮包 包内有八千多元现金 以及手机等物品 将昏迷的受害人抛弃在一条高速公路旁边 之后 去向不明 据受害人描述 黑树车车把他拉到这个位置以后 就把他扔在了下面的绿化带下面 然后呢 开车 直接逃离现场了 邓某是被一位好心的过路司机发现 及时送来医院 才得以获救的 据受害人回忆 嫌疑人当时驾驶的是一辆小型两箱轿车 至于是什么牌子的车 因为当时天黑 加上急于回宾馆 他对那辆车的外观并没有留意 但是他感觉到是像一种哈费路宝的车 哈费路宝那种家庭的小型用车的嘛 有一点像 然后我们就问 我们就又问他 我说你当时打车的时候 看见车是什么 颜色的 他说是白色的 在问询过程中 侦察员注意到 受害人邓某眼睛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 所以说我就 当时我就判断 你真的能看清楚 这是一个哈费路宝车吗 案发当晚呢 受害人就在这个位置出的宵夜 和朋友分手以后呢 还是在这个位置上了黑株式车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 在前面路口的 在前面这个岔路口 左拐 然后直接就朝贵州饭店方向走了 按照受害人的回忆 侦察员调出案发时段夜市路口的监控录像 由于位置关系 探头没能拍到邓先生当晚的活动 更要命的是 虽然是午夜时分 这里却依然是车水马龙 那个画面上的车被停过 你想 那个一秒钟要过去 侦察员 你不知道该从哪一个入手 不知道从哪一个先看 来往的车辆是太多了 晚上上千台 甚至上万台的车辆 很难找 首要的问题是 要确定嫌疑车的车型 侦察员决定 将贵阳界面上出现的各种两项轿车 尽可能多地拍下来 包括各种品牌 车辆外观的各种角度 希望这些照片能帮助受害人 回忆起有关嫌疑车的细节 盯着这辆车 不放 要大海捞针也好 怎么也好 也要把这辆车找到 午夜街头 男子突遭抢劫 他就跟那个穿越行人 抢夺方向盘 他拉开门的目的 就是引起过往车辆的注意 深重十四高 简直可行无法确认 你真的能看清楚 这是一个哈费路宝车 警方侦破大海捞针 那个画面是一个车 方向盘上出现的三角形图案 能否为案件侦破带来捉击 类似一个三角形 闲选择 贤疑车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案发当天傍晚 侦察员带着在街上拍的轿车的照片 来到受害人邓某所在医院 希望邓某能够在这些照片的启发下 认定嫌疑车辆确切品牌 甚至我还拍了面包车 因为晚上的他说不清楚 因为他一慌他说不清楚 万一是面包车他也说不清楚 在病床前 侦察员接拍摄的近百张车辆照片 一张一张换给邓某看 像不像这种 和这个差不多的 眼神啊 这一只差那么多 你好好地 你好好地 扁一下 你好 我心里面想的就是千万在我们排的这几十辆车里面 能够找到这辆车 能够找到这种车型 给我们一个目标 给我们一个方向 你看像不像这边 最后邓某表示 所有车型里只有哈费路宝 从外观各方面 跟嫌疑人驾驶的那辆车最为接近 但是他又不敢十分肯定 他还是感觉到那个哈费路宝的有一点像 侦察员们有些失望 折腾一大圈 侦破工作又回到了起点 侦察员再次向邓某询问 案发的整个过程 希望能了解更多细节 反反复复问他 这车什么特征 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没有 谈话过程中 邓某突然想起一个细节 他说那个方向盘上面 有一个三角形的那个标志 他说不知道是什么 方向盘上的三角形图案 这个细节令大家兴奋起来 因为那应该就是嫌疑车的车标 侦察员希望邓某描述车标图案的具体模样 而邓某说他只记得这么多了 因为当时他是在与嫌疑人搏斗的过程中 无意中看到那个图案 当时嫌疑人命令他把身上的钱和银行卡交出来 就在邓某向对策的时候 他发现车子开到一座立交桥前 从桥头道路指示牌上 他明白这是一条出城的路 正好一个交叉路口 一边是上那个北京西路到金阳去 就出城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警惕了 如果出城的话 他不仅仅是身上的钱财被抢劫 可能对自己的生命来产生危险 他说反正我已经成为这样了 我再做最后的侦察 但是因为是凌晨时分 他的这个求救举动没有任何效果 很快他就被嫌疑人制服 放弃了抵抗 结果他就说 兄弟你们不要伤害我 我身上有些钱 我把钱给你们 但是即使受了重伤 邓某脑子依然清醒 在与嫌疑人搏斗的过程中 他没有忘记将包里的银行卡藏了起来 他就从包里面把卡拿出来 塞在那个脚踏垫下面 所以他们没发现打开包以后 没发现有卡 就是在抢夺方向盘那几秒钟的时间里 他恍恍惚惚记得 方向盘上的商标图案轮廓 有些像三角形状 类似一个三角形 它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三角形 是一个类似于三角形 又有点圆 他不是很清楚 他当时怎么说呢 他已经很模糊了 他已经回不起来了 那精魂几小时你想想 把所有我们国产的家庭的小型用车的车型 全部在网上收集下来 结成都别 然后我们又分别到4S店 叫他们的专业的人 叫我们认 这是什么车 这是什么车 那是什么车 那是什么车 侦察员们通过上网搜索 到汽车专营店 向师傅请教后发现 国内很多企业生产的两箱轿车 其商标图案中都或多或少 有类似三角形状的标记 侦察员也曾把这些商标图案 拿给受害人邓某看 让他来判断 他感觉到有几种车型都比较像 你们像这个咖啡路 抠抠 奔奔 其中还有这个海马小龙子 尽管通过这一点 依然无法确定 嫌疑车的具体车型 但是毕竟可以缩小车型范围 更重要的是 受害人描述在车内发生的那场搏斗 让侦察员突然想到了 找出嫌疑车辆一个可能的办法 突然我们想着 他跟我描述的一个情况就是 一直在跟那个 驾驶员里面的人 嫌疑人在施打 对不对 抢方向盘 这个过程 肯定车辆的行驶 不是很正规的行驶 它肯定是歪歪曲曲的行驶 那么当时车内搏斗 究竟是在哪个路段上发生的呢 那个路段上会不会有监控探头呢 具体地点他记不得 但是因为当时他到了北京饭店 因为北京饭店都是执行 所以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 就是北京饭店过去第一个立交桥 第一个十字路口 这就是受害人所住的酒店 当时呢 他所搭车的驻车车 来到这个位置以后 没有减速的意思 反而加速地 朝手指方向冲出去了 通过实地勘察 侦察员判断 眼前这座桥 应该就是受害人 当时在车里看到的那座立交桥 据被害人的描述 来到这个位置以后 当时呢 车是直接朝这个桥上走 是出城方向 那么呢 受害人一慌 就和犯罪嫌疑人 在抓扯这个方向盘的过程中呢 车子就顺着下面 顺着桥下 直冲过去了 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自己分析呢 他可能是执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桥上过的时候 他也是 主要是想出城区 那么来到这里以后 正好执行就直接出城区了 我们当时分析 他就可能是直接出城了 侦察员注意到 脚下这条路是禁止执行的 而且脚下路口处 设有三个交通监控探头 其中有一个探头 就是专门用来监视 违章执行车辆的 如果只要看到有车辆执行 并且是小车 或者是面帽车一类的 他的作案嫌疑就非常大 这个试验段 有没有车门被踢开的 这个试验段 有没有 会去行使不正常的 据受害人邓某讲 当时他上车的时间 是夜里12点左右 为保险起见 侦察员从当晚 11点半的监控画面看起 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 0点30分 但是并被看到 有违章执行的车辆出现 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段的车辆 也相当大 上千台车过去 我们大概从中看了 就是看这个监控 我们就看了两三个小时 我就觉得会不会是 受害人技术的地方 没朝这个路口过 我们调说 时间不行了 侦察员们不死心 决定将这段录像 再看一遍 然后这一次看了 就特意的 分慢速度 分慢速度 一辆一辆的 他过一批车 五夜时分 男子突遭三名歹路 驾车抢劫 车内发生的一场搏斗 让警方找到了 揭开 行业车神秘面纱的途径 这个时间段 有没有 车门被提供 这个时间段 有没有 行程的正常 车门速度 一样的 然而 画面中 一个细节的发现 却推翻了警方 先前对车型的判断 为什么行进的路线 是这条路线 他为什么 不往遵义方向丢 嫌疑车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2011年4月25日 凌晨零点 侦察员 冬玉东 独自一人驾车 沿着案发当晚 嫌疑车辆行驶过的路线 一路向前开着 睡不着 睡不着 于是我就自己开着车 从发现现场 第一现场 上车的那里 同一个时间段 一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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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下来 侦察工作 依然没有任何突破 眼下只能寄希望于 这座立交桥下的监控探头 能够拍摄到 当时嫌疑车 违章执行的影像 可是 万一是受害人记错了呢 万一嫌疑车 压根就没从这里经过呢 翻来覆去 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这个车型的问题 然后思考 这些人 是哪里的人的问题 等等 很多问题都在思考 这起案件中 除了嫌疑车的特征不明 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直困扰着侦察员们 这个抢劫团伙 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 还有他们作案是驾驶的那辆 微型两箱轿车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近期以来 归阳市发生了多起 以非法载客运营为幌子 诱骗支身乘客上车 对其实施抢劫的案件 其中有的是本地作案 有的是流窜作案 流窜作案的 他不会丢在我们本地 把人丢在我们市区 或者是郊区等等 他都是往高速公路上 那我们打的这一伙团伙 也是的 他在同仁发了案 在都云发了案 都是丢在高速公路上的 侦察员冬雨冬注意到 嫌疑人在实施作案前 对之后的逃离路线 应该是有计划的 他们显然是想 沿着北京西路 离开主城区 而沿着这条路下去 前面不远处 就是可以进入 去往遵义的高速公路 另一条是通往贵阳的远郊区 白云区的普通公路 嫌疑人作案后 将受害人邓某 下好丢弃在 两条路分岔前的这个地方 这一点 侦察员们从一开始 就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行进的路线 是这条路线 他为什么不往遵义方向丢 是不是不熟 遵义不熟 还是不好逃逸 这伙犯罪嫌疑人 究竟是哪里的人 据受害人邓某回忆 三名男子说话 像是贵阳本地的口音 因为他常来贵阳出差 对贵阳人的口音 他还是比较熟悉的 侦察员东宇东 将前段时间 贵阳全市范围内 破获的集齐 以黑出租方式 实施抢劫的案件 进行了一次梳理 结果发现了一个相同点 这三个团伙作案 手法有些不一样 但是他们相同点 有一个交汇的相同点 车辆都是在租赁公司 租出来的 它只是车型不同而已 都是租赁公司租出来的 并且租赁公司租出来的 都是这种小型的家庭用车 正好这种车辆 正符合我们贵阳市的黑地 我们贵阳市很多黑地 都是这种车辆 在跑云云跑黑地啊 眼前这辆车 会不会也是嫌疑人 租赁来的呢 就在洞宇东 为嫌疑人和嫌疑车辆的来源 困惑不已的时候 负责审看监控的侦察员 小黄突然赶到 有什么东西 在眼前晃了一下 小黄把画面倒回来仔细看 原来是一辆速度很快的小轿车 违章直行冲过了路口 速度非常快 一下子直行冲过去 一下子直行就冲过去 就上了个一系路 这辆白色微型轿车 不仅违章直行 而且从桥头方向驶来的过程中 车的轨迹也有些异常 将画面速度放慢 一针一针仔细查看 结果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这辆车的副驾驶车门 是敞开着的 车门在那个时候被踢开了 也是白色一台车 车型也像咖啡路吧 显然 这就是昨天深夜 受害人邓某搭乘的那辆车子 此刻车内邓某 正与三名犯罪嫌疑人 进行着殊死搏斗 车子终于找到了 但是侦察员们的兴奋劲 瞬间就消失了 一冷静下来一看 这辆车没挂牌照 没有牌照 下一步他们又该怎么办 因为针对这种案件 我们前期不是侦破了几十个案件 大部分都是租赁公司租出来的 租车行里面的车 那么就小张就带着人 到全市的租车行去排场 因为这条就像这种类型的车 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从车管署那边也统计了 就是上万台 那当然这是大海捞针 这是全市租车行 你没有个目标的话 你查一个星期 查两个星期可能都查过 侦察员们有些沮丧 他们将这段录像画面 翻来覆去一遍遍地看 结果大家对这辆协议车的品牌 产生了疑问 它看上去似乎不太像是哈费路宝 因为他们在车顶上 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 车顶旅行架的出现 让大家对这辆车的型号 品牌彻底困惑了 因为哈费路宝车出厂时 车顶上并没有旅行架 我们专门又到4S店 找他们的员工问 这个哈费路宝车出厂的时候 有没有旅行架 他说没有 他能不能装 他说很少装的 他们贵阳的车子 很少装旅行架的 这里我们产生一些疑问 这是到底是什么车 这就特别难了 它由于摄像头的一些原因 一不清楚 变形了 车型 车辆的图片变形 所以结起它的图片 不太好判断 它车型是哪一款 让我们又重新针对这些车 又重新筛选 又重新杂质查查查 侦查员外 将能够搜索到的 国内生产的所有两项轿车 车顶在旅行架的 商标中 有类似三角形图案的车型 几乎查了一个遍 结果一查下来 最后只是在那种海马 那一款海马小王子 这样一款车上面 有行李架的 所以当时我们一想 会不会 嫌疑车辆就是海马 就是一辆海马车 在相关汽车专营店师傅的指点下 最终他们将嫌疑车型 锁定在海马小王子 据当时我们的分析 它应该是直接就往下走了 下面是哪里呢 下面往下走的地方 就是白云区 种种迹象表明 这伙人很可能就生活在 贵阳白云区 他们作案使用的这辆车 也极有可能是在 白云区当地租来的 当时我们就大胆有个方向 侦察判断的 有个侦察的方向 一个范围 先从白云区开始 排查 所有的株力公司 事实会和侦察员们 推测的一样吗 锁定排查 案件侦破 出现戏剧性的一幕 我当时这些眼看了 这些特别差异 他们说就是阿姨那样 我特别差异 为什么他不亲自去跑 尤其是血 副下上面还有血 嫌疑人落 警方破解 嫌疑车辆未解之谜 最后我们拿其他车辆 做一个试验 过去的时候 还是白色的 嫌疑车 天王南部正在过头 2011年4月25日 案发后第三天 贵阳警方来到白云区 对4月24日 案发之前一个月内 凡是对外租赁国 海马小王子 车型的汽车租赁企业 二手车市场 逐一排查 发案当天 载车子租出去 凡租出去的 都要跟租车的人 跟上上 到底能在哪里 排查刚开始 警方当天 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他说有一家 租赁公司打电话来 向我们警方反映 就是他们租他的车以后 没有去还 直接还到租赁行去 是还在他们白云区 建设路的路口 叫他们自己去取车 然后车上摆了800块钱 这家汽车租赁店的老板反映 就在今天上午 他刚刚遇到一件怪事 一位男性顾客 几天前从他们这里 租走一辆海马小王子 今天上午 他突然接到一个男子 打来的电话 那个男子在电话里说 车子现在就停放在 他们租赁店不永的地方 让他自己过去去 接到电话后 这位老板心里很慌张 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急忙去男子说的地方 去找自己的车子 大概就是在蓝色车那里 那位置 当时停 车子就停这 然后一打开车门 右边的副驾驶 就很多血 然后就是那血 已经渗透了 那坐点 一直到就是地板跤 侦察员立刻赶到现场 当他们看到这辆车子时 都愣住 我当时这几年看到 特别差异 他们说就是那一辆 我特别差异 脑子里面懵得一下 这车是保湿蓝色的 虽然这辆车是保湿蓝色的 于侦察员之前 在监控画面里看到的 白色车子差异太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租车人的奇怪举动 尤其是车内副驾驶 位置出现的血迹 让侦察员觉得 这个租车人有重大嫌疑 为什么他不亲自去还 并且血 副驾上面还有血 这正好和我们发了 这些案子的 很多地方都相似 你副驾上 他坐的是副驾驶 有血 侦察员当即找到 租车人当时签写的 租车合同 合同显示 车子是案发前三天 被一个叫侯帽的男子 租走的 五天后 犯罪嫌疑人侯某 以及他的另外两名同伙 先后在贵阳 相继落入罚网 三名犯罪嫌疑人 对七天前 抢劫伤害 受害人邓某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同时 警方查明 从2011年4月中旬以来 这个三人犯罪团伙 先后采取租车 冒充黑地的手段 作案无奇 抢劫五名 受害人 案子终于破了 但是侦察员们脑海中的疑问 并没有完全消除 为什么 嫌疑人驾驶的 明明是一辆 宝石蓝色的车子 但是监控画面 却是白色的 最后我们拿其他车辆 做一个试验 过去的时候 还是白色的 我们就继续询问了专家 而这个颜色不一定 他说晚上 这个监控拍摄的颜色 宝石蓝的 也可能是白色的 白色的也可能 颜色的不一定的 是我们的监控拍摄的效果 侦察员们找到了答案 原来是夜间橘黄色的路灯 映照在蓝色的车身上 造成的颜色偏差 加上监控探讨曝光过度 结果蓝色车子在画面里 就变成了白色 得知凶手这么快 就被警方抓获 受害人邓某 激动不已 挺松残的 下手听得很 这一广大四年 都不要做黑贼了 整个所有的压力 一下子全被热 虽然那时候 身体感到特别的累 喜悦 那种如释重负的那种 那种感觉 一下子的人 哎呀 轻松多 特别的愉悦 可能就是做行程 可能最难受 觉得最值得怀念的 其中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 总算是 怎么说的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总算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鉴于黑车现象猖獗 以黑车为手段 犯罪活动 屡屡发生 2011年 贵阳市公安局 对全市非法出租运营市场 开展了一场 集中整治行动 还市场以秩序 还百姓以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